奴和窃 这个奴呢 就是一个人跪在那里 然后两只手背在后面 这是上司自由的意思 但上司自由 罪犯也是上司自由的 所以这个字呢 还不是很确切 所以一般呢 采用这个字 就是他跪在那里 两只手绑在后面 然后旁边加一个会议字 这是一只手 右手 这是一只右手 没看见吗 这不是一只右手吗 从这边过去的三个手指 就是右手 这边就是右手 这边是左手 右手在中国古代 就是表示权力的意思 表示权力 右手因为我们一般都是 右手都是主要的力量 主要的手用力 都是用右手来的 所以就转化为权力的意思 右手就转化为权力 所以这个就是被权力 这个人被人控制的意思 这个人被人控制 被一个右手控制 被一个权力控制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就是切 切呢就是女奴 女奴也是这样 反绑在那里 跪在那里 说明她没有自由 但女奴怎么是三角头 我们现在哪个女同学 是三角头 就是长了一个三角头 要想办法 这种头型 我们上海人就 接到处处地 自行车的坐垫像一个 周迅这个头有点像那个 然后他就要用头发 发型来修饰 这个不是啊 这个头是没有的 头在这里就是简化掉了 这个是表示妇女的发型 这表示妇女的发型 妇女的头发往上翻 翻在前面 然后拿一根发卡 用一根针 把这个头发穿在一起 所以这个呢是发型 然后这个就得 得到的得 这个是右手 这也是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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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得到什么呢 得到一个骨子 得到这个粮食 得到一个骨子 骨啊骨物 得到一个骨的得 得到了骨物 这个是得 然后呢 这个是有秩序的得到 有道的 旁边这个双能变化 就表示道路 你是遵循规则的得到 所以后来就保留 跑了为这个字 原来这个字就这样 所以右手在这个 古汉字里面非常非常重了 因为我们教材上 好像写了 就是中国古代这个 这个字什么字 我已经讲了 这是一支右手 对不对 然后右手拿了一根棍子 这就是右手拿了一根棍子 什么意思 打 父 老爸 谁是你的老爸 就是有权力管教你的人 有权力拿棍子管教你的人 这个就是你老爸 这个叫父 这个字 这个字后来用了很久 一直用到很晚很晚 人就用这个字 一直到说文解字 我们在传题里面 这个字还是这样写的 到历书里面才改成这样 到历书才改成 跟这个凯书跟历书 才变成这样 在原来这个观力题里面 文字的观力题里面 它还是这样写的 就是拿一根棍子 好 现在我们知道这根棍子了 我们看这根棍子下面 加一个嘴巴 这是什么词 对了 这个就是军 国王 国王跟父亲一样 就是拿一根棍子的人 拿一根棍子能够管你的人 但是呢 他还要发命令 他还要发命令 他有权发布命令 所以呢 军呢 就是比爸爸多一张嘴 爸爸只是在家庭内部 实行他的暴力 军呢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他的暴力 通过他的口头宣告 用暴力警告 大家要听他的话 这不是暴力警告 然后用嘴巴 把这个暴力警告扩张出去 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 大家要听我话 这个就叫军 所以中国古代这个军跟富 是一体 从字体上就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你怎么能够说 中国的国家是 割裂了血缘关系产生的 它这个国家机构 军就是从富 这从老爸开始 所以中国古代文化 一直强的要均富一体 国王 就是全国的家长 老爸 就是家里的国王 这个俘虏的俘 我们又看到这只手了 俘虏的俘 抓到了一个人 控制了一个人 控制了一个人 这个叫俘虏 我们用手抓住了一个人 抓住了这个战俘 这个战俘怎么是方投的 为了表示他跟我们不是个民族 他们的发型跟我们不一样 只用方投来表示 他们是外民族 然后被我们抓住了 他想逃跑 逃跑的时候被我抓住了 在岔路口被我抓住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人 这就是我的人 服 好了 这是我们关于 他的这个 西州的这个 刑法 以及一般的刑法 我们都介绍了一下 因为现在 商朝的材料实在是太少 商代的材料 只有一些零碎的甲骨文 甲骨文的字都非常短 甲骨文里面的文字 都非常短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 根据这个甲骨文的文字 我们 就是连一个完整的案件都没有 都是非常简单的 都是对某人施行月行 或者在哪里打了个肾脏 有一些青铜器上面 稍微文字多一点 但整个情况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当时呢 大概 家族制度 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他一般是施行 一夫做妻 一个男的有几个老婆 商朝的国王呢 称为子 他是子姓 姓子 然后王位继承上面呢 商朝是实行兄中弟继 大哥死了以后二哥继承 二哥死了以后三哥继承 三哥死了以后小弟来继承 小弟死了谁来继承 是小弟的儿子来继承 还是回到大哥的儿子来继承 这个法律呢 法律呢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这个经常 经常造成问题 然后到了商朝末期 逐步逐步过渡到传子不传子 兄中弟级制度 国王的兄中弟级制度 在很多民族都采用过 这个一般是都是 在战争非常频繁的情况下 采用这样的王位接替制度 因为战争非常频繁的话 如果把王位传给自己儿子 那这个儿子没有指挥能力 怎么办 这个一个统帅 一个国王大概只有三十几岁 但在战场上英勇作战 牺牲了 然后谁来接替他的指挥权 你如果法律是按照 他儿子来的话 他儿子只有十岁 马都上不去 这个战鼓也雷不动 他怎么来进行指挥 所以在这种战争频繁的情况下 一般都采用让弟弟来支持 大哥死了让他兄弟来支持 绝大部分民族都是这样的 一直要到这个部落 这个民族 这个部族 他已经不再频繁的进行战争了 要么他被别人灭掉了 要么他把别人灭掉了 然后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会过渡到传子不传子 因为传兄弟实在是太容易 实在是太有风险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小弟死了以后 应该由小弟的儿子来继承 还是由大哥的儿子来继承 这个非常麻烦 经常要发生内乱 经常要杀来杀去 商朝的法律运作里面 最搞笑的就是 经常是补挂 就是我上次讲 判决的执行是否要执行 经常是用补挂 我们在甲骨里面看到很多 这种补挂 国王问 对几个人 对十几个人 或者二十几个人 实行悦行 行不行 急还是凶 问这个问题 那么国王所有的判决呢 都号称是上天法 都是天法 我现在对你事情的刑罚呢 都是天法 都是上天对你的惩罚 都是禀逢上帝 就是假托神意来做出这个判决 好了 我们下面就讲一个 跟教材没关系 一个知识性的问题了 就关于独角兽 独角兽呢 是整个旧大陆 整个旧大陆 欧亚大陆上面 广泛传播的一个故事 这一个神话传说 最早的独角兽 是这个独角兽 是南亚赤大陆上面的 哈拉泡文化 也叫摩亨达罗 这个是 因为这个文化 现在是在两个国家 这个文化遗址 现在分布在两个国家 一个在巴基斯坦 一个在印度 它是印度和流域的 它是产生印度和流域的文明 这个文明现在是在 20世纪50年代才被发掘 现在已经发掘了 有500多个城市 发掘出500多个城市的遗址 这些城市的文明都非常非常高级 它在5000年前 它已经开始用砖砌这个房屋 然后呢 已经有砖砌的街道 已经这个街道呢 已经经过统一的布局 它有规划 然后呢 街道两边都有下水道 都有专门的下水道 所有的住房都是统一规划的 所以这个城市呢 非常 怎么说呢 就是看来当时这个 经济程度非常高 最最奇怪的就是 这个文化的人呢 普遍采用这个图章 每个人都有图章 现在已经发现了几十万片图章 这个就是一片图章 这个图章都很小 实际上只有这么大 现在放的很大 然后现在发现的图章 因为实在太多了 现在给他出了很多书 把它这样翻印下来 我看看到的书就这么厚 然后这么大开本的 这是八开的 然后你翻开来 里面全是这个图板上面 全是这个图章 这个图章上面有文字 这个都是他当时的文字 但这个文字呢 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试录 因为它量太小 量太少 所以这个文字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些图章上面 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 有犀牛 有那个大象 有孟加拉虎 除了鳄鱼以外 凡是走兽动物都有 但是非常奇怪 用的最多的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图章 用的都是这个形象 独角兽这个形象 这个独角兽是真的野兽 还是假的野兽 是想象当中的 我们在考古发掘中 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动物 这个动物是一只脚 这个是它的耳朵 这里是一只脚 然后呢 它这个身上的 这个皮肤的皱褶部分 总是有一些 几何化的 像这样是一个纹路 这个纹路不大像是 动物天生的纹路 表明它是神兽最重要的 就是这些动物 这个独角兽前面 一般都专门有一个槽 就是供给它东西 供给它吃的一个槽 非常奇怪 这个其他地方不大有 这个图章又出现非常早 在四千多年前 在五千年前 这个文明开始非常繁荣 然后大概到四千年前 这个文化已经开始 向东西两面传播 所以有可能 中国的独角兽呢 有可能 有可能呢 慢慢慢慢 这个独角兽形象呢 传播到 从东西两个方向 因为印度和流域 正好在欧亚大陆 比较当中的地方 然后呢 它往西传递 和往东传播 慢慢传播到 有可能慢慢传播到中国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我上次讲的 日本有个学者 叫佐藤信夫 他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他这个观点呢 中国学者不接受 佐藤信夫是个 皮肢很暴躁的 他到中国来访问 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对刘海年老师 我们这个 中国法治史的一个专家 现在也退休了 两个人在讨论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要说服刘海年说 你们在中国的独角兽传说 是从西边来的 刘海年说不对 我们是 我们因为传说里面 说这个独角兽 是从东北来的 东北方向来的 因为是发 说他是青年生 发绿的 这个青年是 在中国古代是 黑色 青色 都是在北方的 所以他说 这个我们是从东北方向来 不是你们那边的 文件记载里面说 独角兽呢 产自东北 然后他就 不乱大 两个人大吵一场 他连上海也不来了 他就回日本去了 这个学者很有意思 不过从时间 从时间上讲 这个独角兽形象 在印度河流域 它大概流行了一千多年 这个文明后来突然之间没有 这个文明大概在2500年前 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没有了 这个文明 创造这个文明的人类 这个种族 恐怕也没有了 因为 现在我们的印度人是 高加索人种 他们当时自称为亚利安人 原来的土著民族 大概是被他们消灭掉 他们把土著民族称之为 叫达洛匹土人 就是没有鼻子的人 你看鼻子大不大 在这里很重要 印度人的鼻子很大 这个就是哈拉普文化 这个城市的一个遗址 它的这个城市 你看这么 这里有这个深井 这个就是污水井 水呢都流到这个井里面 挖得很深 有个地下的蓄水的 蓄水的地方 然后每个房屋 每一间房屋呢 每个住房都配套 有浴室 因为这个地方太热 所以呢 这个浴室里面 就这边打水上来 然后在这里冲凉 冲凉了以后呢 它这个下水道 就是往外挖的 就流到街上 那个下水道上 流到街上 这是四千多年前 四千五百年前的城市 这个城市后来 完全淹没了 那么这个文化 这个独角兽传说 往西传地呢 就传播到了这个西亚 然后西亚 后来又影响到欧洲 然后先是在这个西亚 就是希伯来文 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他们那边呢 记载有一种神兽 是独角兽 然后后来呢 古希腊传说也过来 古希腊传说呢 还是讲清楚的 这个独角兽 是从印度传过去的 跟马差不多 但是呢 它的颜色呢 是雪白的 中国的独角兽是青眼色的 蓝眼色的 所以跟他们不一样 然后呢 头是红的 然后是深蓝的眼睛 然后呢 有一只脚 这个脚非常长 这个两英尺 两尺 就是两个走步 两个走尺 两个小臂的长度 所以可以吃吃狮子 吃吃大象 可以跟狮子打架 据说呢 后来因为它没有赶上诺亚方舟 然后被淹死 这个是希伯来人的说法 但是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呢 这种希腊传说里面的独角兽 仍旧在欧洲文化里面保留下来 所以在欧洲 你看到很多独角兽的雕塑 他们对面的独角兽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 是一匹马 像马一样雪白雪白 然后呢 头上有一个脚 脚笔直笔直 而且这个脚呢 是螺旋状的 像一个螺丝锥子一样 所以它代表的是权力高贵和纯洁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联合王国 英国联合王国 英国不是叫联合王国吗 UK 联合王国它的那个军队的标志就是 什么叫联合王国 这个就是英格兰 英格兰王室代表就是 英格兰王室代表就是一只狮子 然后这边就是苏格兰王室代表 苏格兰王室代表就是独角兽 看到没有 上面那个角 上面那个角 有裸旋的这个角 所以四方呢 它这个独角兽呢 是很明显的是从印度和流域传递过去 它这个传说只想过去 中国因为没有文字 而且在欧洲文化传说里面 说这个独角兽呢 它比较好色 喜欢少女 中国的独角兽传说呢 最早的 最早的独角兽的文字记载是在墨子 但是墨子这本书呢就搞不清楚 墨子这本书究竟是春秋时候的墨子写的 还是战国时会形成的 这里面有很大的疑问 尤其是讲到独角兽这一段 一般认为那个部分是 应该是墨子比较晚的 是战国时期产生的 所以这个独角兽传说在中国是非常晚的 战国时期已经到了2300年前 就是公元前三到四世纪 那么 这种独角兽的 这个墨子这书里提到的 也不是指独角兽 而是指羊 说楚国有这个 用羊来定案的传统 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用羊来定案 龙头羊上来 然后呢 让这头羊 谁是讲了假话的 这头羊就去用头去顶他 那这样法官就能够说出判决 但是他不是说独角兽 独角兽这个谢字这个称呼 这两个字都谢字 谢字这个称呼呢 也是在战国末期 这个文献里面才看到 那么后来的独角兽呢 实际上分成两个分支 一个是正木兽 在正木兽里面 我们看到的谢字呢 现在看到 发现最早的谢字是在五威的 这个是在甘肃五威出土的 有两个独角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木头做的一个谢字神兽 这是作为放在坟墓里面 鬼啊不敢进来 放在坟墓的路口处 放棺材那个阔式的那个路口处 鬼怪进来 他就可以用这个脚顶掉它 这个头啊 看不出它究竟像什么 但是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五威出土的 这个虫的谢字 这个青虫的谢字 如果看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完全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跟西方那个独角兽 非常非常像 对不对 这么笔直的一个脚 很长 然后呢 是基本身形是像马 基本身形是马 但是到了乾陵 到了唐朝的时候 我们这个独角兽 就跟这个没关系了 这个独角兽呢 它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脚呢 是往后面涨的 这个脚不是往前涨 它往后面涨 往后面涨 像牛角一样往后面涨 然后呢 这个整个这个身子呢 给它戴上了翅膀 像一个麒麟 整个脸呢 是像狮子一样 从狮子转过来的 麒麟形象 在明朝 这个是明孝陵里面的 这个谢字 明孝陵里面的谢字 就是南京 南京明孝陵里面的谢字呢 这个上面那个脚已经断掉了 这个脚也是往后涨的 这个脚也是当中往后涨 它很早就断掉了 现在已经看不 但是那个脚 前面那个部分还在 它后面突出那个部分呢 很早就被碰断掉了 因为这个太脆弱了 这个跟 这个跟麒麟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它是没有灵甲的 它是光的 它身上没有灵 麒麟呢 身上是有灵片的 就是这样 所以独角兽究竟什么样子 中国古代独角兽什么样子 实在是搞不清楚 只是传说 那么在 到了明朝的时候 他独角兽呢 又变成 这个是捕子 就是监察官 凡是朝廷的监察官 监察御史 他这个官服前面有个捕子 一尺 一尺剑方的一块布 放在他衣服的胸口 官服的胸口 表示他是监察官 那么这个捕子呢 凡是监察官的捕子呢 他就是放一个谢字 这个谢字这个嘴 脸型的又很奇怪 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这个鳄鱼一样 然后头上有一个脚 头上有一个脚 这个就是一个监察官 和他太太的这个画像 这个你看他就穿 你看他就有一个补子 补子上面就是一个谢字 这现代人谢字 究竟什么样子不知道 我们这个法学院大楼 门前就 他们法硕给我们 送了一次这个独角色 这个是在苏州 一个石刻厂加工的 这个是在开封 开封府 现在完全 完全是现代人 造的一个假古董 叫开封府 开封府府墙的造壁上面 放了这个谢字 这个谢字跟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中国的谢字又不一样 他这个脚是西方式的 笔子往前的 这是西方式的 我们中国的脚是往后翘的 它是笔子往前的 放生在前额上面一点 这个搞不清楚 这个他这个来源是什么 所以谢字究竟什么样 实在搞不清楚 那么独角色的这个 在东西方两个方向呢 我们大概讲了一下 到底中国这个 那么下面看一下 中国古代法官的这个始祖 这个叫高尧 我们在教材上 专门有个阅读材料 这个叫高 这个读谣 这个陶这个字 只有在他读他名字的时候 叫谣 读谣 而不讲道理 然后呢 或者他也可以写成 旧和油 但是读的叫 读人就读高 谣 但是他写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明朝人画的 明朝人画的 完全现代的 但是我们在教材上讲过 在他原始的荀子 讲到高尧的时候 还是讲到他 这个脸很怪的 说他是像个大青瓜一样 脸是青的 一个大瓜 很少讲话 嗓子很雅 说不出话 这边的荀子 我对他的酸